话题怎么样 第四个话题呢 就是这个标题叫 战狼外交暂停跟北戴河开会有关系 这个老河你说吧 抱歉抱歉 北戴河有没有会议呀 鬼都不知道 但是北戴河的这个事情嘛 有几点东西 第一 元老门和政治局常委一项级别的人 最近都消失了 当然咱们都去北戴河了 但是北戴河不是一个大型的会议 你说看看政治局委员们 尤其是这个陈清国 蔡奇 李强 李鸿忠 李锡 还有那个陈敏尔 这些地方的政治局委员一个都没吃 但是你看看 这个常委们没有活动 那元老门我们追赠的结果呢 也没有其他的动作 那么很有可能在北戴河的常委们和元老门在进行聊天 那陈小龙博士发明了一个词我都忘了是他是叫不是叫北戴河会议他就是北戴河会谈 就是大家聊一聊谈一谈 那么这个北戴河没有一个正式性的会议也是可能的 但是北戴河去讨论最关键的事情是有可能的 因为是中国最有权利的一批人在 首先呢社会上有各种传闻 所以元老门要逼迫习近平下台 说你看现在中国搞到四面楚国经济也不好 外交也不好 社会也不好 什么都不好 OK 要元老门下台 有人说了2021年还是哪一年 不是今天是哪一年 今天是2020年吧 对吧 10月份的武政全会 要开要把习近平赶下台 而且习近平承诺辞职 那按照我对中国的各方面的资讯的判断 我认为这个承受是想象 没有任何的事实的依据 有没有某的偶然现在我不知道 因为我确实不知道他们开会讨论了什么东西 我并不是基于我有消息来进行判断 而是基于我在中国正式生他的认知 这个是不存在的 那么第二个是他们讨论假如是会谈 或者讨论什么东西呢 我觉得是关键性的是 这个中国的发展方向 这个发展方向 投入到他们的 那么这个具体来讲 就是一些具体的目标 明年是中共进党100年 那么这100年 他们需要来作为自己的政党 为这个国家 来这个来去积赖他们自认为的 这个所谓这个党的合法性 那么他就要实现某些目标 比如说要实现这个叫什么消康社会 他要有一些目标来含量自己取得的这个成就 然后今年的10月份的会议 主要是要制定未来几年的规划 而且这个规划你看到没有 他武政勤会开会的时间是10月份 而不是11月份 那么为什么是10月份呢 也就是他这个规划呀 并不受制于美国总统大学的好口 也就是说呢 中国的中共的整个的战略 没有因为美国可能产生的人事变局而改变 那么基于这些认知 我认为所谓的战略外交的停止 纯粹是战术上的 纯粹是呢 中国的计谋 因为在这个时候 美国去大选 大选的这个日子 我在几个星期已经提出了一个叫 威胁的90天 在威胁的90天下 那么习近平要避免开第一枪 当时我的基于这个国际局势的判断 我认为习近平最10月的事 要避免第一枪 几个星期之后 南华早报引领中国军方的消息 所以说北京最高层给这个海军和空军下的命令就是 不准开第一枪 我看昨天前天法广有一个报道说两个军都在进行军事演习 简直是开玩笑 为什么呢 美军是有几个航海母舰 最近是这个里根浩重返这个南海进行军事演习 但是中国的军事演习 那等于是个小萝卜头啊 就是驻港部队的一个海军军舰 是个负运舰 叫这个费州舰 费州舰就是 就是因为 广东的这个保安 深圳 香港的新舰 都授予这个费州的 一个原来的行政区画 那么在这个行政区画里面呢 这个舰就是保卫这个费州的意思 也是在原来的费州的42集同军创办这个 这个驻港部队建议的意思 那么这个舰跟渔圈没有好到哪里去 那么他发射的这个渔呢 距离也有短 而且发射到哪里去都不知道 这个跟这个航海母舰 美国的航海母舰的军事演习完全不时一马上 所以从军事的角度来讲 中共已经知道 这危险的这些天 美国怎么欺负我们 我们都不能动手 那么从外交上来讲 要避免一切刺激美国的言论出来 所以这个这个外长 王毅也好 或者谁也好 开始出来讲一些这个胡话 但是我觉得都没有价值 这不使 中共有任何上美国让步的 战略性的这个改变 而是去战术 那会不会出去战略性的改变呢 那除非是中国在政治体制上 要改变成为一个像文明社会 就引爆文明社会 成为文明社会的一部分 否则的话 我认为中国的任何表面的文章 都不要信任他 而是呢 超过养晦都可怕呀 人家说中共赶紧超过养晦 那今天 最近几年中共为什么那么嚣张啊 就是超过养晦的结果 那其实无论是超过养晦 还是这个求和啊好啊 放出和和气息也好 那都是很可怕的 都是很可怕的 我还在讲一点 还在讲一点 北戴河会议还没有开完了 或者北戴河会议还没有开完了 还在开了 还在讨论呢 还没有因为如果一旦恢复了以后 很快就明白 他们都会巴巴巴 都是在北京在哪个地方露面 对 这个确确实实就是说 他这个跟晚年的这个 北戴河会议所报道出来的消息不一样啊 一般的 能不能分析 一个是晚年的北戴河会议呢 要请一些什么各行各业的劳模啊 去那地方休假 然后呢 党和国家某个领导人啊 沉浸的李渊潮啊 这样的人呢 出来跟这些人接见一下 显示党和政府 今天就沉稀 对啊 显示这些领导人 对这个各行各业啊 这个为党和国家的这个发展 做出贡献的人的这种感谢和重视啊 一般的有这样一个环节 但是呢 今年这个环节没有看到 另外一个老和也指出来 就是说各地的那些啊 这个书记啊 有同时又是政治局委员的这些人呢 人呢 在当地候命啊 并没有这个啊 出现这种啊 不见的这种情形 那显然就是大家就说 就是陈耀龙先生说 这个北戴河会谈啊 有这么一个东西 那么这些东西呢 也可能就是这个啊 政治局常委 加上这个某一些啊 能够进入讨论圈子的这一批人 他们啊 在一起在规划一些事情 那么可以想象 从现在媒体来看呢 一个是这个经济发展的一个规划 那么经济这个发展的规划呢 它受制于中美关系的一个制约 那么大家比较纳闷的就是 现在北京对美国的这种一波一波的制裁呢 它没有出台相应的这种啊 回应性的一个制裁 实际上啊 在啊 取消休斯顿领事馆之后呢 北京是以牙还牙去回应的 在制裁了香港和北京的11名官员之后呢 北京也是以牙还牙回应的 但是呢 在美国对这个啊 不断的对中国企业进行制裁的这种情况之下呢 啊 北京好像在这个方面 那他没有还 他没有还手啊 这个东西呢 啊 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 这个让北京感到矛盾的事情 我是这么理解的啊 就北京啊 现在呢 为什么在这方面没有反击呢 是因为北京啊 现在还有求育这些企业 很多人当初就有人说要制裁苹果嘛 那你制裁苹果看看 现在北京是爸爸的苹果在那待着 然后作为一个样板啊 或者作为一个压力集团来施加影响的 这么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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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板样 那么你还去制裁的话 那不正中美国的这个啊 这个下怀吗 所以这个东西让北京相当的难看啊 他没法制裁美国的这些企业 虽然中国也想要搞什么黑名单 尸体名单之类的 但是没这么做 但更大的一个背景是什么呢 就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北京要研判啊 这个对美关系的这样一种 这个大字翻针 我感觉呢啊 不会有大的变化 因为习近平是一个啊 绝对是一个这个在某方面是一个硬汉啊 他要跟美国干到底的 我是那么判断的 他的性格他不会妥协 他一定会到一种不见棺材不掉内的一个地步 所以说我预料啊 中美下一步的冲突啊会更加激烈啊 这个一这个大家都把这个啊 椅子啊坐稳了把安全带扣好了 因为下一步白头开会之后 我估计中美之间要加速 那么现在呢 这个11月份以前呢 啊我也觉得不会出来出来大规模的这些动作 但是11月以后啊 他要看是拜登在台上还是在川普在台上 那个那才是真正的游戏的开始 不是他不是诚不诚意的问题 他是两个体制 一个是呢 你可以说是个文明体制 对吧 美国有很多问题 但整体来讲它是个文明体制 中国在根本来讲 它这个野蛮体制 这两个体制 它根本就不具有这个这个和谐性 所以你什么好谈的呢 它不可能有任何诚意 所有的东西都是为了骗美国和骗文明社会 只有在中国根本上把自己变成一个 我要想成为文明世界的一部分 那哪怕是在这个过程中间 它可能呢没有诚意 你也觉得呢 不至于情况那么失控 你比如说美国和加拿大 对不对 他这个总理和总理总统谈判 每一次都有诚意吗 未必吧 对不对 那么但是呢 你这个两国之间 你可以预测的 它不会有本质上的 根本性的伤害和冲突 它是一些战术上的 技术上的一些问题 而中国不是 中国和文明世界就是一个 存在是一个野蛮和文明的 这个冲突的问题 所以不存在不存不存意 我认为存意没有意义在这个地方 他这个骗子 你就看看中国那些骗子 他对你好的时候 那个诚意是真实的 他自己都会对自己的诚意感动 对不对 他都是我发自内心的 对你尊敬 对不对 这样的人 你在生活中间 现在还少吗 他回过来摇你 回过来拜托你 这个 那比你那些没有诚意的人 还要恶劣 所以对于野蛮的人来讲 我认为 诚意就是他的陷阱 这个 这两个体制 这个两个 这个随后不交融的体制 在过去半个世纪 也尝试 这个 这个共存 但是这个 在这个 现在的习近平的领导下呢 这样一种对峙 越来越尖锐 我在 相当于上 我认为 是习近平的个性 导致了这样一种 不是习近平的个性 是整体的体制的必然 和整体中国人的品质 在整体的结合底 那么这个 蓬佩奥国务卿 他在加州的尼克森的图书馆里面讲的 冷战时候是形成了一个战略性的平衡 为什么会持续战略的平衡呢 双方是信任 但是是符合 现在中国和美国的关系是 双方不信任 没有信任的基础 因为中共这个体制是 柔和了中国人的狡诈 柔和了中国人的野心 柔和了中国人的上进的追求 非常复杂的一些因素里面 民族的情感等等等等 不是习近平 一个人的问题 是整体体制和整体国家的问题 这个国家如果不曾根本上 进行一种上文明的向往 那么这个国家 任何体制他都建立不起来 因为他是建立在一个 刚才讲的是一个招塞地 在招塞地的人 他抬头一看自己 已经以为自己是在汪洋大海之中 实际上他是在汪洋大海旁边的 一个角落的一个招塞地 中国就是这么多国家 我们有人批评你 说了说了就开始操这个 种族批评开始了 你担心种族主义啊 不是种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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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中国的这个 有很多原因是 它大有一点的趋势性和传统性 所造成的今天的这个悲剧 文化在这个里面 它演变过来的一个结果 它就是这么一个结果 因为它是小农经济 它是一种极为特征的 这么一种民族记忆 它所产生的眼光是不一样的 就像中国人你有了前去吃了个自作餐 那个样子 你就会感觉到 它是那个饥饿的记忆 所造成的那种 那种不文明的行为 所以这个里面很复杂 不是一个不是个种族的问题 不是个 我认为不是个种族的问题 但是今天的政治现实 这个 它确实是造成了 国民的这种认知的能力 的这个状况 一方面是传统文化 另一方面是现实政治的压力 那么有一些人到了海外来 你可以看到吗 那么极端的这个川粉 和那么极端的反川粉 你都觉得很可怕 对不对 就像这个川普和半灯一样的 那么极端 那你说川普的弟弟去世了以后 川普总统对他的弟弟的这个情感 还是令我感动的 同时半灯先生 对这个川普弟弟的那个 那个斗词 也是令我感动的 这就是一个文明社会 有时候令我感动的一些东西 但是有一些华人到了海外 他走向极端的话 那简直这个半灯就下多少地狱了 要恨川普的话 川普就下多少地狱了 他不是从一个事实的层面 去讨论问题 他比半灯还半灯 比这个川普还川普 这个就是我觉得 中国人还没有 有一个心理上的准备 这种准备就是 怎么成为这个文明世界的一部分 不会因为他的金钱改变 不会因为他的服装改变 不会因为他的这个豪华的住房 来改变 恰恰相反 这些物质性的 这个故早的让他实现了这么一个 对于美国人来讲 根本不敢 你把美国人不敢想象的 这个物质的实现 反而使他的心灵更加呢 垂放一种平和和 接受文明的可能性 好 我们和平先生啊 这个把话题扯到了更宏大的面上 那么受教了 我们那个观众朋友们啊 看看有不有要讨论的 好 请 谢谢小平 我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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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小言